太炸裂了 AI终于会写字了 而且在文字创意和排版上 非常有创意 在文字生成方面 它甚至超过了Mizini和ASD 我真的迫不及待想教会你们 使用起来真的也非常简单 仅仅只需要输入提示词 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 你只负责写好提示词的内容 AI帮你完成设计和创意 甚至在设计logo和商标上也是信手拈来 还能给你提供灵感 接下来我就讲一下它的使用方法 来到Ideagorm的页面 它是免费的 而且可以无限生成 下面这些内容都是别人生成的结果展示 看起来非常有趣 你可以借鉴它们写的提示词 我也被很多优秀的作品震撼到了 在最顶部的这个编辑框里 就是我们写提示词的地方 比如我这里要写一段提示词 一只可爱的小猫举着牌子 牌子上写着我爱火锅 翻译成英语后 复制粘贴到编辑框里 然后点下面的这个see out 显示所有的风格预设 就会显示出所有的风格选项 如果你看不懂就打开网页翻译 可以多选风格 我就选择3D渲染 涂鸦 海报 还有照片风格 最后这个选项的意思是 随机选择三种风格 最右边这里是选择图片的尺寸有横平 触平 还有正方形 我选择1比1的正方形尺寸 最后只需要点击下面的生成就可以啦 点击生成前 最好把页面翻译关闭 不然容易出现错误 完成了 可以看到字没有任何问题 效果也非常不错 每次生成都会给你4种不同的结果 你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 它甚至把love这个单词给我变成了爱心 非常有创意 如果你连提示词都懒得写 也有办法 可以在下面的内容里找到你喜欢的图片 点击它在别人生成的4种结果里 挑选你最喜欢的风格 挑选好后 再点击右上角的remix 做同款 最后只需要把引号里面的文字内容 替换成你要写的文字即可 我这里就替换成 I love you 再点击旁边的生成就行了 每次生成的时间大概20秒 完成了 效果真的不错 和画面融合都很好 生成的4种结果都可以看看 有的会更惊喜 自己的材质也会不同 你就有了更多的选择 我再重新选择一个比较艺术的风格 就选这个 方法和刚刚一样 我这里加快速度 我把引号里的内容改成 hot pod火锅 点击下面的lucky style 垂机几个风格 点击生成 这样就非常轻松的做出同款啦 这样的字用传统方法做需要多久 评论区告诉我 字体也是完美的替换 如果不满意 你再多生成几次就行了 预告一下 下期要教学的内容 用AI键生成这样的漫画 使用简单的提示词即可 还可以随便切换漫画的风格 真的很好玩 关注我 让你在AI的学习上 少走弯路